荒荒院上可以看到所有的乘客都不知所措 站在地铁车厢两侧 还有人是不断的用手机来求助 往远端望过去 可以看到下一节的车厢就这样子断掉了 地铁是被断成了两半 让在场的乘客看到都吓傻了眼 带您来看一段现场画面 据了解14号晚上 中国大陆的网站上有多则这样子的影片流传 指出是北京地铁昌平线列车从中间断裂 导致现场部分的人员受到轻伤 有目击者还转述 当时有小朋友因此吓哭了 而根据北京地铁的微博消息指出 目前部分路段的接触轨没电 导致部分的列车临时停车 有班次延误情况